大家好 今天本期要代表亲民党表达立场 亲民党对核四的立场非常的明确 没有安全的核能之下 就没有所谓的核四 或者任何的核点 核四必须完全确保它的安全才可以运转 所以我们亲民党党团有提 在核四安全的状况之下 是不是同意新建运转 所以我必须再重复一次 如果没有安全的核能 就没有所谓的核四 所以我们希望 政府能够提早建立落实所谓的非核家园 给下一代更美好跟安全的环境 这才是最重要的议题 不要让下一代去承担核四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核四这个问题应该先经过正反方双方认可 而且据公信力的专业调查之后 没有认定没有安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之后 立法院才应该开始讨论核四运转这个问题 立法院参照调查议决后才决定是否要交给人民来复决 那我们马总统跟江院长 他虽然不是核电专家 但是我绝对相信他们有专业的团队 可以去提供给他们最正确的资讯 那江院长前几天带着官员跟记者好像是参观观光工厂一样 去了之后呢 他要台电人员拿出人格跟生命来保证 他们在核四厂的专业工作是要经得起考验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政府其实知道人民对核四安全其实是存有很大的疑虑 所以针对核四进行安全的调查是绝对的必要跟行为 政府应该有责任去告诉全国人民核四真实的内容是什么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如果没有办法取决于人民 那就由赞成跟反对核四双方各找出彼此认可 而且具有公信力的专家针对核四进行彻底的调查 我再次强调马总统请你不要躲在总统府里面去下指导期 而且做的一些都是对人民不利错误的判断 所以这个安全调查我们有几点 在这里特别的强调 第一点必须资讯透明 第二点必须有公正客观的证据 第三点必须透过国际级专家的严格检视 我相信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取信于民众 让具有公信力的安全调查报告送到立法院之后 再针对核四存费进行实质的表态 交付人民复决 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国民党常利用程序委员会多数优势强行 去决定 然后去否决民进党跟亲民党的一个提案 但台湾人民近七成对核四的安全疑虑 其实是还没有消除的 国民党立委一方面说新建核四是政府既定的政策 一方面又说要交由全民公投 这两个根本就相互矛盾 显示国民党根本利用在公投反核 但实质它是实际永和 假公投之首却要让核四继续新建 所以亲民党党团在这里敬请本院决议本院应及一 立法院组织法第十条之规定增设核四安全调查特种委员会 其任务组成运作及时程由院长召集朝野协商 竞速议定 但我想在这边我们要再次的重申 我们应该要提早落实所谓的非核家园 让下一代有一个更完整更安全的环境才是最重要的